《扶貧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看Couth片語大片 今天就不講電影講漫畫 就是Ethan潤2的恐怖漫畫精選中抽取漫畫 今天會講兩個故事 一個就是浮遊物 刊登了在精選集中的第14期 而另一篇就是記憶 但我不是太記得它是哪一期 首先講一下浮遊物 浮遊物的故事大概是說什麼呢 就是有一天 男主角看到某個男性朋友 突然追捕一些 好像蒲菊英 但是黑色的飄浮物 很奇怪地 那些飄浮物會發出 那位男性朋友的聲音 說一些很奇怪的說話 他想到其實那些說話似乎是 男性朋友的一些內裡的心聲 為什麼他這樣想呢 因為其實這個是他經過反思而得出的 譬如說這個男性朋友和他 其實經常和某位女性朋友一起玩的 那個好像蒲菊英的物體就突然之間說 如果這個眼中釘可以消除的話 那我就可以和那個女性朋友永遠在一起了 本身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突然會出現這種飄浮物呢 之後在這件事越來越進展之後 就發覺到那個男性朋友的身上 就不斷地刪出這些飄浮物 那究竟這個飄浮物是代表了什麼呢 其實就是說這個漫畫裡面已經說了一個 古今以來的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那都是涉及到這個精神分析 就是類似這樣說 就是說表裡不一 就是我們所說的東西 是可以是跟我們所想要求的東西 其實是可以不同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正正就是因為那個語言的系統 語言的系統其實是給了我們一個機會 是令到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東西 去要求一些其他的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其實就是說 正如一個可以說一個例子 一個很基本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一個嬰兒可以透過一個聲音 或者一些動作可以令到 他的母親就去餵置他 但其實這個小孩是不太清楚那個發聲 或者他的哭聲其實是可以得到 得到他母親的位置 就是說其實如果可以說是 還原到他最基本的來說 其實那一刻的聲音 跟衛暴其實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那其實人去說話 和人想要求一些東西 是可以這樣說的 都是跟剛才所說的嬰兒例子一樣 而這個浮合默默正正就是 可以這樣說就是我們心目中的心聲 或者是我們的要求 所以在故事中段來說 每個人都發覺到 其實不知為什麼 一些不明的原因 都淺身了一大堆的飄迫物 在飛來飛去 每個人都很害怕 覺得他們的心聲就好像說了出來 但是Ethan潤兒的出色的地方 就是他沒有交代到 其實那些飄迫物 是不是真真正正地說 是那些角色的心底壞 因為如果大家可以看清楚一點的話 當一些產生了飄迫物的人物 被問到究竟 那個飄迫物是否代表的說話是等於你所說的說話呢 他會否認 他會否認 撇除這個可能是一個謊言的可能性 因為在後來發覺到整個劇情的發展 就是說有其中一個角色很喜歡儲集一些飄迫物 因為他認為這些飄迫物正正代表到那個人的心聲 或者可以這樣說 他認為即使那個飄迫物所代表的說話不等於那個心聲也好 但是因為人已經假定了那些飄迫物 根本就是代表著人的心底壞的一個呈現 所以他就去收集 收集的圖充 他又出現了一些阻滯 就殺了人 他在後來發覺到他自己也刪了一個飄迫物出來 是說一些奇怪的說話 是說他因為殺人而感到後悔 但是在整個漫畫的進程去看 根本的角色根本是沒有悔意的 就是說其實這件事已經是說到 根本的飄迫物是 不如這樣說 因為正如剛才所說的 人的要求其實是可以不采取表面意思的 所以這裏就出現了一個類似外部和內部的結構出來 就是說只要我們塞一些概念進去的話 那個系統都可以繼續運作 譬如其實我們是可以用真相去說謊 因為每個人都假定了 你所說的東西其實不完全等於你真正所想的東西 其實如果你根據邏輯去說一些真相的話 你都可以包裝成一個謊話 那些人都覺得你其實說的東西 他不會考慮你那個究竟是不是你真正所想的 但是他都會認為你說的東西其實都是一些 可能還有一些額外的東西你想得到的 但是你的說話是不可能完全去涉及到的 為什麼會跟剛才我所說的結局會有關係呢 就是其實那個飄負物所說的內容 沒有怪乎是等於他所想的東西 但是因為那班社會的人已經既定了這個架設 那個飄負物等於那人所說的東西 所以其實那班社會的人已經把你的語言定性為解釋 令到那個角色本身都被冤枉了 在心裏面想著那些東西 其實整個漫畫都是根據這個進程去表現 不過我不知道為什麼 伊藤人2的漫畫其實有很多方面都涉及到類似的問題 例如人和社會的對立 以及個人和他本身所背負文化的一些衝突 似乎伊藤人2都很細微細眼的都可以挑動到這些衝突出來 在他裏面有很多漫畫都是表達這種衝突的場面 而另一篇漫畫就叫《記憶》 它是在刊登在哪一期的精選集我都忘記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漫畫是挺出色的 甚至乎是先假定伊藤人2沒有看過任何精神分析內容的話 這篇文可以說是把拉康某篇的關於鏡像理論的論文完全地漫畫化了 好像一個改編 把一個論文改編成一個漫畫 所以是極度推介的 故事內容是說什麼呢 首先我們因為這個可能涉及到漫畫的再看的一個形式 所以我們會用一個第三者的視點去看這個主人翁 是一個女主角來的 或是一個女性 這個女主角一直都覺得自己的臉很漂亮 手照鏡 突然之間他又覺得自己好像有一些被潛溢了的記憶 令到他起了一些疑心 什麼潛溢了的記憶呢 就是他好像印象之中 他小時候不是這樣的樣子 他就開始翻查一些他小時候的相片 發覺到某個年齡之前的相片完全消失了 他就開始懷疑究竟是不是他的樣子 其實曾經是很醜的樣子 因為在他某個夢或某個記憶的彰顯 發覺到他在照鏡 但根本跟他現在很漂亮的樣子 是兩回事 是一個醜婦 他就開始 疑心就越來越嚇大 他就突然之間有一天發神經 他在鏡頭照片 看到自己的臉 變回他之前記憶之中的醜婦的模樣 他就用一把刀說要殺死他父母 突然之間劇情就 一個180度 不是360度 180度的大轉變 他父親就突然之間跟他說 其實他所見到的形象不是他自己的 是來自他的一個孖山的姊妹 原來這位女性是一個包妹 就是一個孖山的妹妹 但不知為何樣子是完全兩回事 是一個很醜很醜的女生 他父親就一直交代 其實他們小時候就一起生活過 不知為何 因為那個女生的醜態 令到全家人都覺得很不安 終有一天就迫使到這個女主角 在小時候就殺死了她那個妹妹 為了令到這件事可以掩蓋 或者是燒身的跡 所以那個父親就把這個妹妹的所有的相片 或者是存在過的證據都消失了 可能因為這樣也解釋了 為何女主角的相片集裡面 只是記載了某個年齡之後的事 就沒有記錄到她出生以來 可能童年時的相片 不知為何沒有了 我們可能一直都會接受這個解釋 但是最令到我們讀者不安的 可能是漫畫的最後一格 就是看到那個女生 就知道了所謂的真相之後 就很開心 在跳舞又照鏡 又覺得自己很美 但是呢 伊藤潤義是怎樣表現呢 就是除了交代那個女主角在照鏡之後 另一方面 她的父親就 就躲在一角 就很害怕很不安地看著她的女 其實呢 我們可以將整個故事 更推得極進化 就是說 其實呢 由此到終 那個女主角的面貌究竟是怎樣 我們是不清楚的 在漫畫裡面所呈現的 女主角的樣貌其實是不客觀的 而且是一種主觀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其實這個可能跟拉康的鏡像理論有關 拉康的鏡像理論是關於什麼呢 就是 她說身體是一種類似格式塔的身體 什麼叫格式塔呢 就是好像快板的這幅圖 我可能畫得不太漂亮 應該大家都會見過類似的圖 就是有兩個人面對望 而中間呢 如果 你一方面可以看到兩個人面 但是 你一方面呢 如果你再細心一點看 就會發覺到中間其實是一個瓶 或者可以再簡單一點說 可能大家都會玩過 其他的一些類似圖表的遊戲 就是你一開始看直視的時候 那幅圖是一些可能不適合的圖 或者一些畫作 但是你再細心一點看 你會發覺到好像 裡面的物件和物件之間 或者某些虛位其實可以是另一個樣子 可能是隱藏了很多的面 可能大家在網上也找過 找裡面有多少個人的樣子 但其實那幅畫其實是一些其他的版畫 其實這個什麼格式塔呢 好像是一種心理學的流派 就是要尋找為什麼人看一些圖案的時候 總是會找到一些額外的意思 而這個正正就是 跟我們對於自己的身體 或者我們的形象的了解 是很相似的 因為根據拉刊的說法 就是人在出生以來 其實無奈於我們 其實我們現在想一想都知道 反思一下抽象一下 去理解自己那個 那個認識的方法都知道 其實我們最主要來說 就是一個視覺來的 是一個視野 最多只可以看到自己的手和腳 但是是看不到自己 作為一個整體的形象 最主要來說 一個嬰兒的出生 就會將跟他的內部世界 視為一個統一 因為一個人類的嬰兒 可以這樣說 有些科學家都得出一個數據 似乎是過早地出生的 如果大家有看一些 變變變生命歷 或者什麼discovery channel 去看 其實很多的其他 除了人類以外的其他的動物 比如說大象 在他們出生那一刻 已經懂得走路 以及懂得去跑 如果他不可能去 嘗試去走路的話 有機會來講 就會被他的母親 就會踩死 甚至乎 即使他母親 不去殺死 這個初生的嬰兒 其他的獵食者 都會將他暴殺 相反地 人類的嬰兒 其實是比較脆弱 甚至乎 可以說 一團根本是 不懂得去掙扎的 一團肉塊 所以 嬰兒為了 令自己在恐慌之中 得以生存 他就會將 他身處的環境 視為一個 統一性 即是他會認為 他和他身處的環境 是一個 相同的存在物 慢慢地發展下去 他其實 即是剛才所說的定義而言 其實他會和他的母親 視為之同一 但正如大家都會知道 這個世界是有鏡的存在 那 那 那個 母親 可能有一天 他會將 用鏡像 去 叫嬰兒 知道 其實他和母親 非但在一個 不同的存在之外 他的真正模樣 就是 鏡中所顯現的模樣 但是 其實 可以這樣說 我們透過鏡 我們看鏡的時候 撇除我們現在 心理所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經歷過這個階段 所以我們每次去看 鏡像的時候 我們都會嘗試 呈現在我們面前的 這個物件 就是我們自己 但是 如果你 怎麼說 純粹試試抽象去看 其實 那個只不過是一個呈現物 不等於是 你自己 但是 你可以透過這個 突然呈現的形象 去找到一些額外的 一些依附物 就是 我本身 就是說 我和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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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形象 其實是 就是 夾在一起 當你看到 那個 那個 鏡像 所呈現出來的 形象的時候 你就會 不約而同地 就好像看那些 那些 那些 格式塔的圖畫 那樣 你就會去 聯想到自己 那 也是正正因為 你發覺到 你的形象 其實是一個 可以說是 外部化的一個 物體 其實你是可以 透過這個 外部化的物體 去進行 這個 欺騙 諸如此類 其實 如果 好像 佛岩木 人的要求 可以 不用這個表面意思 去表達的話 其實 所謂的表現意思 其實不單止語言 我們的 可能一些動作 雖然 你說打招呼的動作 其實都是 某程度來說 是一些比較 初等的語言 但其實 它也是 其實可以有別於一個 表面的意思 那 為什麼會說 可以回到 那個 漫畫本身 其實 它的樣貌 是怎樣 一切都取決於 她的父母 所指 即是 她的父母 其實 那個 那個女主角的樣子 其實一直 所呈現 都是 她父母 所 所決定的模樣 她所表達出來的主觀形象 其實只不過是 一些外部性 所帶出來的 一些 一個 一個 模樣 即正如 可能我這樣說 始終都是太過奇怪 不過大家 細心點想一下 其實我們對於自己的形象 都不是太清楚 我們當去想自己的模樣的時候 通常都是 怎樣去想 就是要透過 你一直以來 在鏡子裡面 或者是 其他人所 所描述你的模樣 而得出來的 即是 你始終都是要透過外界 去得知自己的樣子 如果 好像伊藤仁義那樣表達 其實 你因為基於這樣 所以你的 你的 形象 是被外界所決定的 正如這個女主角 本身 其實 我們雖然 因為這個可能無奈 是這個漫畫的形式 我們不可以表現得 我們不可以表現得 像我們 看漫畫所呈現 不可以 完全 呈現到我們平時的視角 去呈現 正如看電影 我們當然現在 有一種新的技術 新的電影類型 就是 類似 到達到這個階段 所以 可以這樣看 整個漫畫的進程 都是表現著 這個女人的主觀的 主觀性 主觀的 印象 而她對於自己的模樣的認識 始終都是來自於她父親 其實她的模樣是怎樣 根本不可能考究 甚至乎 其實她可能就是 突然之間 因為在漫畫中 她的模樣是突然之間變醜 可能她的樣子 根本就是變醜 那個醜婦 而只不過 她父親 怕她可能 因為她的樣子醜 而突然精神發作 就 用了很多技術 去迴避她原本真實的樣子 的證據 全部消失了 例如消失了 諸如此類 那些相片 甚至乎所謂的鏡 其實都是一些 可能是一些 用過一些不知什麼的技巧 令到她以為自己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 如果鏡是不存在 就像古代那樣 我弄一張畫出來 說你就是這個樣子 可能你都會相信 即是你已經將 你和那個形象 是完全同等了 而這樣 Ethan Yen也是透過 這個記憶 這個漫畫 這個短篇漫畫 都是交代了 我們要投入這個社會 確實是要經歷過這些 可以這樣說 一個化學階段 才可以投身到這個社會 為何說是化學階段 因為本身 如果你沒有經歷過這個鏡像 這個認同的話 你可能還活在一個 一個 一個 你還以為自己 或者可以這樣說 你以為你和那個 沒有差 是完全同等的 但你如果經歷過這個鏡像 就會 一方面你都會和這個外部 是有一個同等的關係 但你只會指認一個 某個個別的形象 不再是完全 將自己和這個外部世界 是同等的 你會是將自己和某個個別的 被表示為你 即是你鏡中的自己 是同等的 雖然我這樣說 始終有點複雜 還有我可能說了 有點複雜 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都寫了一個 在版上寫了一個網子 大家可以去搜尋 這兩篇的漫畫 分別是佛有物和記憶 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 我想下次我會繼續說 某些伊藤仁爾的漫畫 或者再說其他恐怖的電影 之類 不過最主要來說 始終是想說庫光 我想大家其實都很想探討庫光 今天時間就是這麼多 歡迎大家收看 我們會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Read